写此生彼皆如幻梦 孤月如梦影 根底似梦非梦 这境界先前 那么这种境界 我想 有人遇到过 似梦非梦 见到父 我有这个现象 第一生当中 只有一词 在我 七十九岁的那一年 那一年还有一场病 也很严重 只有四天 最后一天 看到父 看到境界 真的似梦非梦 不像平常做梦 他太清楚了 我没有住医院 我住在旅馆 在北京 五州旅馆 好像在那里住了四五天 那一天 我也是想 我应该走了 寿命应该到了 见到 一个境界 好像我睡觉 醒过来 但是睡在草地上 在野外 看到外面的青山 一重一重 很像 云南的苍山 但是苍山 前面有二海 有水 他们有水 完全是草地 远远的山 一重一重 非常之美 看到是 满山遍野的人 命都相中 我心里一想 这是不是 蒋经手的听众 用我们讲经这么多年 用微信电视 用忘记网络 大家都面朝着我 我这个念头 生起来之后 突然就传了一个 这种变化 那些人 统统变成野兽 各式各样的野兽 我非常惊讶 怎么人统统变成出色 我就念了一句 南无本斯释迦牟尼佛 因为那时候讲华严经 讲华严经 我三圣佛号 是称三圣 第一圣 南无本斯释迦牟尼佛 第二圣 南无本斯阿弥陀佛 第三圣 南无本斯皮诺尔佛 我这么念的 我念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显的身 斑变天 一个天空 一尊佛像 显这种像 好大好大 虽然大了 看得很清楚 我接着念第二圣 南无本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先生 释迦牟尼佛不见了 见到阿弥陀佛 第三圣念 南无本斯皮诺尔佛 皮诺尔佛先生 阿弥陀佛不见了 末后我念了一生 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现身 也是那么大 皮诺尔佛不见了 这个时候 我看着 佛像 要看待了 听到旁边 有人给我讲话 你还有没有 有什么愿望 没了的 我说没有了 还有没有 人需要见面的 我说也没有了 还有没有 事前 工作没有完成的 我说也没有了 这是你统统活下 统统活下 我说我很想 佛借我到极乐世界去 但是 佛如果要我留在世界 帮助苦难众生 我说也可以 我一切都无所谓 真就醒过来了 行过来 真的是梦非梦 这个梦是彩色的 不是 看得太清楚了 完全跟新量境界一样 不像是个梦 并就好了 第二天 第二天 我就离开 北京 回到香港 在香港休息 一样两个星期 就恢复将军 从来没过这个事情 所以我相信 我遇到 相信同修当中 一定也有人遇到 这是好境界 跟经上讲的 能相应 这是上边文字